我们会知道如果这个m它是大于0小于1的 这个 这个下积分它就数0 那如果m是大于等于1的 这个对于哪一节呢 这个就对应于你们这本书的这个反常积分 这里面专门它这个辖积分这一块 它的收敛判别法里 然后专门去研究这个事情 也就是说你在考试当中 x的m次密分之1 在0到a a是有限数 这里它是去二文字派 在0到a上积分的 这个辖积分 它的收敛性质 你这可以直接当做一个结论去用吗 好 谢谢大家